所以回過頭來談到,當我們要建構一個事情,不管是團體或是事業或是生意 我已經根本的想法有一個順序,就是說當做這件事情的時候,主必要想有沒有一個對的初衷 那個初衷到底是什麼?先把這個東西想清楚 有了好的初衷要再來談說,我要做這個生意,我能不能創造價值 如果你沒辦法創造價值,基本上這個生意大概就做不成了 那個創造價值基本上不只是可能要有一些很unique的東西 如果賣生鮮的鳳梨其實根本就賺不到錢,而且趁金論兩 而且根本不可能有你說希望去創造什麼其他的價值,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當你把它加工變成鳳梨書,然後透過品牌的塑造,把它定位在一個比較高的市場上的定位 那個主導點就在你手上,所以你能夠創造價值 可是創造價值以後,這個東西要怎麼賣? 就必須要想清楚,你要透過一個什麼生意的模式 圍了山丘的生意如果今天是透過別人的通路,包括像在機場賣 我根本就是虧錢的生意 所以為什麼我不進入機場? 因為機場抽的,現在很多生產事業到機場免稅店去賣 你知道機場免稅店抽多少?五成 你賣一百塊錢他抽五成,那你還要賺什麼? 所以很多製造業,很多工廠為什麼會去偷工減量 把成本降到接地?因為中間的剝削太大 所以如果你沒有一個對的生意模式,你根本賺不了錢 所以除了要懂得創造價值以外,還要懂得去創造一個不同的生意模式 然後有一個對的生意模式,你就能夠把有價值的東西賣出去,然後賺了錢 然後變成利潤 然後利潤再來考慮的是說我們怎麼去共享這個利潤 也不能只是你一個人獨吞 你沒有共享他就不會太長久 所以共享利潤是當你賺了錢就必須要規劃清楚的東西 然後再來想到說我怎麼把一個好的生意能夠做得長長久久 把他變成一個千年的一個置業 因為一個對的東西,好的東西 如果你沒有好好規劃,它變成一代全網 然後過個幾年就沒了,對大家都是一個傷害 所以做什麼事情,如果你從頭到尾想一遍 如果你能想清楚,你大概就比較知道說我值不值得做這個 我能不能做這個生意 這個生意能不能做大做久 我想這個基本大概都有一些想法 我想這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這是我創業的時候,在許文龍簡單的一本書裡面看到的一句話 這句話就變成是我創業的座右銘 簡單的這個字 大家知道其實把東西變簡單是很困難的事情 但大部分的聰明能把簡單的事情變得很複雜 但是有智慧的人就是你必須要畫幻為簡 把複雜的東西變得很簡單 然後簡單的力量才會大 大家知道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像Apple 它出一款手機就一款 然後就把過去所有的手機的BUB全部打死 Nokia在最頂盛時期同時期它會有兩百款手機 結果Apple就有一款 然後就顛覆傳統把所有手機都打垮 然後Apple奉行的一個 如果你看了那個Steam Jobs那本書 其他裡面談到的最重要的東西是簡單這個事情 結果它講 less is more 就是說當你這個簡單其實是一個極致 那你怎麼把很複雜的事情變得很簡單 你才會用夠抓住所有人 可是簡單背後它所擁有的能量其實是很大 所以它內部所有的 Apple的手機器它不是賣一個手機不是硬體 它是賣一個系統 可是那個系統是透過一個很簡單的操作界面賣給我們 其實所以簡單這個事情 如果各位 尤其是當你要的東西變大 如果不簡單這個事情就不可行 這句話它說一則一知 簡單的東西容易知道 簡單的東西就能夠容易跟隨 然後容易知道的東西就會有靈跡力有共識 然後容易跟隨的東西就會變得有 當大家每朝一個方向 所以那個momentum就會變得很大 所以它容易就成就一些事情 所以有靈跡力有共識的東西它就可以做很久 然後大家朝一個方向容易有把事情 朝一個方向它容易凝聚很大的能量 它就可以變得很大 所以一個有智慧的人 他就是應該要把事情做久做大 所以這句話後來我創業的過程當中 我就抱著這句話在做所有的事情 包括你如果沒有辦法 很複雜的事情變得很簡單 你就不敢把事情做大 因為太複雜了你就更沒辦法管理 那產品也是一樣 就是說當初我們只會做一個產品 其實我們沒有太多機會可以做很多的產品 但是我們還是只做一樣的產品 可是維勒山就讓大家覺得 土鳳梨樹就是維勒山就等於土鳳梨樹 所以它就會容易 如果這樣做十樣東西二十樣東西 你就不知道維勒山就在賣什麼了 所以那個能量就不會集中 所以這句話其實現在包括在美國 其實大家都在想 因為Apple的影響 讓大家知道這個力量有多大 就簡單的力量有多大 簡單的這個觀念 我想在我們的老祖宗 其實把這個事情已經講得很清楚 所以我今天也把這句話送給各位 另外這句話就講到做事情是一會事 做人是一會事 做事情要成功 其實做人一定要先成功 那這句話是香港那個李家產講的 那個精明的機制就是厚道 所以我講的就是說其實天下沒有笨的人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所以一個占人家便宜的生意 絕對做不會久 但是你如果懂得厚道 你身邊就會有貴人 靠自己一個人很難成就一番事情 可是當你被厚道的時候 你身邊就會有一堆貴人可以幫你 你事情就會做得比較輕鬆愉快 因為你自己的時間跟能力有限 專長也有限 可是如果有很多人願意幫你 願意跟你一起共識 所以你就可以容易成就一件事情 所以當然要精明 但是精明的機制你要做到厚道 不要老是覺得做什麼事情都是你占便宜 這個事情你沒多久你身邊的人全部跑掉了 所以我想最後我就把除了做事以外 其實還要想想做人的道理 所以我把這句話送給各位 我想時間也到了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這裡 謝謝